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 打赏不报的时间 法广许志勇丁家喜被控颠覆案 将于4月10号开庭 就今天已经判了14年 知名的法律学者许志勇 人权律师丁家喜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么在4月10号在山东省的林树县 这个县法院 那是林仪 林仪的一个法院开庭审理 应该是林仪式的终极法院 那么这三段法院 那么看来大家知道许志勇他很熟 孙志刚事件他是大胜疾呼者 那么丁家喜是人权律师 他们最近一次的怠苦是 2019年的12月16号 所谓的厦门聚会案 许志勇原来是个学校的讲师 清廉法学家 宪政的学者 公盟重要的创始人 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 最后一次的拜扶是2020年的2月15号 同样被指控是厦门聚会案 他的女朋友也就叫李吉尼翘楚 也被控以闪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美国之音 铁链女这个案子判决公布 网民指量刑太轻 追问打拐清查的结果 这个呢徐州案大家知道 铁链锁里这个案子成为中国社交媒体 微博平台热搜词汇 很多人对这个判决感到愤怒 不少人评论量刑太轻 九年都不够生育八个孩子的 虐待了二十年 自己只需要蹲九年 患罪成本这么低 只会助长恶人 有人指疑判非法激进 可是强奸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不算 也有人认为定罪不合理 虐待罪是家庭成员之间使用的 而拐卖和伪造材料 形成的婚姻本来就不应该成立 那么讲的到底是李盈还是小花梅 现在呢也很多的说法 亚洲自由电台说 董志明判九年为罪名 未涉及拐卖强奸人权律师 轰当局避重就轻 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呢 这个指定虐待和非法激进罪 没有定强奸和拐卖护女罪 无疑给拐卖护女的人开了绿灯 那么刘立鹏也这么说 董志明为什么不追究呢 是因为他要高抬侵犯 避免造成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判决 从而导致长期以来默许之下的 大规模人口犯用积累的大量受害者 纷纷出来要求翻案 也有人权历史说 如果判强奸罪什么罪 这个事情呢拐卖护女罪 那么可能要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就避重就轻 避重就轻 维稳的考虑 那么官方就是一个自己杜撰剧本 而公检法配合当局维稳 那么日本的专栏作家王小三还在问 铁链说你呢 乌衣女姑娘呢 人在哪里 我们当然也有这样的呼吁 德国之声 马英九访问中国落幕 台湾学者怎么看 啪啪啪一大堆 那么针对王沪林没有出现呢 大陆有个学者说 这个台湾 尤其是外界对马英九的 这种形成的期待都太高 想要马英九一次访问 就解决两岸多年的政治纷老 本来就不可能 不可能 那这样来讲呢 就是说李树是到了 台湾学者认为呢 左正东认为 这一次马英九提到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几年 和总统头衔 这个事情看来是 很振奋的一件事 当然呢 也可以消弭大陆的 台湾的后面情绪 通过中国对马英九 乐情接待 产生正面的情绪 开始善意的循环 这个事情呢 沈友中也是这么说的 他没有去国共内战的 牺牲了数百万的将士 为什么不存在这一面 得存在争议 廖元豪 马英九这次呢 应该是象征性 但大陆的反应呢 还是比较正面 李永坚 上海台湾所的学者 如果从长远历史看 马英九这次影响 很大是改变历史的重要步骤 那么认为他不要低估 这一次的大陆行 至少还有十年 二十年的影响 那么 台湾当局的反应 当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德国之声有个客座评论 马英九登陆的历史意义 七十三年来 中华民国领导人首次登陆 也是七十三年来 中华民国领导人首次的 大陆宣誓 中华民国主权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是亚西亚孤儿的成年礼 评价很高 原资原味的九二共识 那么大陆呢 也有自己的思想变革 认为呢 马英九这个呢 妥善的解决的一个威权的叙事 解决历史问题之间 必须忠实的还原历史遗留的问题 不过如果是这么想 大陆的习近平这么想 那就好了 纽约时报 中国连续三天进行环台军演 对蔡英文访美发出严重警告 那这里面的三个方向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对台湾进行空中海上的战备 警寻演习 包括台湾海峡 那么还搞实弹演习 就是说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和外部势力相勾结的 一次严重的警告 当然是针对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谈 但是看起来她认为强度不像去年 但是呢 应该比平日要增强 那这是台湾的一个说法 新的演习 就是呢 再次的为了表明 中国军队能够在台湾岛 周围投射军力 这是台美国一个专家 叫赫柏兰说的 他一直在跟踪 中国大陆被蔡英文出访的回应 加拿大新闻网 谈到了这个台 围台军演 具保持围倒的禁闭的态势 军事专家说会可能成为 惩戒台独一个新的模式 华尔街日报 中国警告台湾不要不满 但是同时没有忘记着眼的事件 中国这次的演习是正在扮演 试图扮演他对台湾的强烈不满 和扮演全球和平缔造者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 微妙的两步走的战略 当前中国正在寻求保持突飞猛进的外交势头 并在全球确立 能够制衡美国的新大国的形象 习近平正忙于其他的外交优先的事项 包括美国的紧张关系 希望留有一点选择的余地 加拿大新闻就不谈了两岸关系 加拿大新闻讲的中国观察 就讲了马克龙访问中国超高的领域 北京已经突破了外交的围堵 那这里面就讲了中法友谊万岁 马克龙是满债而归政治经济 就是说欧洲一些国家苦不堪言 也知道跟中国脱钩锻炼不可行 所以他认为这次带了60个企业家来 就是希望在中国签大单 果然也签了个大单 160架的飞机价值200亿的美元 那看到了冯德莱恩明显受到了冷遇 冷遇 就讲谁就讲习近平讲 当他的面讲 谁要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让困步 那是痴心妄想 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又砸了一次 英国BBC也谈了这一次 马克龙冯德莱恩接触访华 乌克兰问题难见突破 俄罗斯冷嘲乐访 这里面就讲到这个 虽然还拿了一把一千多年的唐朝的古琴 高山流水密之音 习近平讲这高山遇止 遇之音 可能又读错音 可能也就领导人说了算 是吧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 就是这一次的马克龙和冯德莱恩 就扮演红白脸 是互补的表现欧洲的团结 尤其在乌克兰问题上 一直希望中国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分析也认为 这个目标没有达成 除了跟中国通过了一长串的经贸合作的协议 在敦促中国调解 俄乌冲突方面几乎没有成果 中国提都不提俄罗斯 有没有愿意跟泽连斯基通话好像也不确定 俄罗斯对这样一个防止冷嘲热讽 俄罗斯表示 别有选择 只能继续向乌克兰推进攻势 发言人 佩斯科夫说 毫无疑问 中国具有调解冲突非常有效的指挥性的潜力 但是乌克兰的局势很复杂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政治解决的前景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强调中俄关系之间有自己的丰富的关系 因为质疑中国会在外部压力下改变对乌克兰冲突的立场 他认为中国是个非常严肃和强大的国家 有自己的主权地位 不是那种在外部影响下迅速改变立场的国家 那么对法国和欧盟国家的成果冷嘲乐风 法广也谈到马克龙回答 法国的回声报认为 欧洲现在在第三级 战略自主是欧洲的一场战斗 那就是战略自主的思想 他做了多方面的阐述 涉及到欧洲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提到了在美中两级之间 欧洲应该成为第三级 特别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 那么这个强调也变成是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 习近平希望看到的另外一个成果 马克龙说我们不想进入一个集团对抗 另外一个集团的逻辑 当然他也抗议美元的治外法权 他坚称历史正在加速 以此同时我们需要加强 全欧洲的战时经济 欧洲的陷阱是当他已经终于到了 一个明确自己的战略地位 要比新冠疫情之前 更具有自主性的时候 他就可能陷入了外部世界的混乱和危机之中 这不是我们的危机 他认为要建设第三级 也谈到了欧洲跟美国的关系 谈到了对拜登的看法 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纽纹时报 当然这个不是新闻 空发将在中国建立第二条的总装线产能翻倍 就是200亿A空客320的单通道的飞机的产能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中国去年已经宣布采购292架的新飞机的重大协议 折扣前价值近400亿美元 那么中国现在又开始出现了一个160架的飞机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空客呢 应该来讲 目前不确定 会不会的中国压力制度选择了中国组装宽体的飞机 现在呢 空客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在飞行的机队空客已经增加到2100多架 占市场的半壁江山 亚洲自由电台高新他们的一个节目夜化中南海 习近平已经赚起了多少稿费和板税 叫高得惊人 习近平谈自国理政这套试卷版的中文版 带给习近平的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那这里面呢强调一般呢领导人的稿费是百分之七百分之十 那朱镕基那个就呢一本书就拿了1500万 那习近平这个书呢跟朱镕基不一样 可能比谁还多得多 多得多 另外呢他还有少数民族版 还有外文版一架拉进去 他认为呢已经给习近平带来了五亿五千八百万的中文版的 版税收入 外文版跟少数民族还不算 那就很可观 十几栋语言的外文版税数也是为数可观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首先第一 任何时代都需要殉道者 许志勇丁家许士 历史上诸多 比如说玉罗克张志勋 林昭等等还有无数 白子运动的参与者 四通桥那位孤勇者冯宰周 以及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关键的历史节点 舍身取义的人都应该归路 殉道者这个行列 黄华港七十二列四 秋锦成天华 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这些人的护汤道府 抗日战争时期数以千万计的英烈都算 我在我自己的课堂上反悔强调 我不鼓励不主张 每一个年轻人都去当长级可得 不做无谓的牺牲 你还没准备好 没有金刚传就不懒持气活 每一个人都可以以自己最合适的方式加入 殉道者的行列 不说假话 不举报密报 不当信息言 不昧着良心说话做事 都是一种殉道的参与和表现 第二 2022年许志勇发表了劝退书 公开希望习近平自动隐退 这次受审判处14年的徒刑 应该以此有关 厦门聚会只是个影子 许志勇曾经在一部纪录片批评 中国在独台者的统治下 已经失去了公共的东西 导致的上是公共的道德 因此在中国因为政治迫害被定罪是必难的 坐牢也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担当 可见他和丁家喜对这次的判决也有些思想准备 这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沉默的时代 都会有些孤勇者挺身而出 仍然有一些人不愿意麻木不仁 血还是热的 许志勇曾经表示 我想有个梦想 美好中国美好而且自由公正幸福 那是民主中国 天下来为天下人之天下 非一族一党之江山 真正人民的国家 政权出自选票 而不出自江杆子 人民定期选举 议员市长 省长总统 全为民所赋 民有民自民想 他的这段话 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 第三 法国马克龙在防华期间 享受了前所未有的高规格的礼仪 相信之下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显然受到冷遇 习近平跟马克龙提供了 展示第三级的机会 千年古琴逆之音 凤凰单从红毛豪 明显的离间 美国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然引起美国的警觉 而这一次呢打横炮 老欧洲几个国家应该是受弱的 因为还有曼里经济第一 但是欧盟如此 北约组织的整体协调 像是不是也会因此发生改变 美国还会有什么对应的策略 马克龙此行的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应 我们也将做进一步的收集 和大家分享 第四 大陆对台围台军演 全部实弹进行 备弹进行 军演的内容力度并不压于去年 这是一次对台湾军事封锁的议演 马英九访问大陆 丝毫改变不了 北京针对蔡英文访美 事先作业的预案 美国的米尼斯航空母舰战斗群 只是在台湾四百里海里之外观察 并没有产生对大陆军演的影响 蔡英文事前的点谨慎是对的 尽管只是在加州跟麦卡锡见面 但美台关系实际上的提升 已经是明显的事实 大陆的处理 马英九访路 蔡英文访美的两手印 以及习近平对冯德莱恩 痴心妄想的斥责 都是北京对台政策不可被预业的底线 第五 关于习近平出版物的稿费多少 如此的刨根见底精准计算 我觉得有点无聊 天下都是他的 国家和党也都掌握他手里 他犯得着斤斤计较自己的稿费多寡 自有人会替他打理安排 有朋友说如今现如今 党在法上 人在党上 一统天下之后 几个亿的稿费 不足挂死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边都是赢了 人在弓中 井贝 梁 梁 梁 感谢观看